突犯上戏,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8月26日 在此前的25日,中国人气明星张天爱在其微博丈夫发文提到 惯犯,希望所有女孩擦亮眼睛并附上了一则视频 在该视频的语音中,有一男子向一女子提到 自己在参加朋友聚会时喝了很多的酒 然后和那个朋友一起睡觉了 并且那个朋友是为男士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作为人,我可以原谅自己 作为爱人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女子则向男子提到 所以不是因为你的公司怕你发展 不是怕你粉丝知道 你有女朋友就不喜欢你了 男子则回答道 是,在这种视频中,可以听见有女子在哭泣 继续有关张天爱 网络资料显示 张天爱,严明张娇 中国女演员,出生于黑龙江省 随化世,2008年首次拍摄 微电影录音,2012年实验 但是开始,演艺生涯 2014年出演抗战剧 二炮手,凭借宁之宇一角获得 第二届横电仪式文荣奖 最佳女配角奖 2015年出演古装网剧 太子妃生殖剧 因饰演太子妃当白凡而走红 徐开聘网络资料显示 徐开聘中国大陆演员模特 毕业于上海叙剧学院2007年级芭蕾舞班本科班 2012年签约以明道工作室成为旗下艺人 2013年在电视剧《圣女的代价2》饰演 段凯一角正式出道成为新生代男演员 2014年参加安徽卫视大型男性选拔 正人秀大赛超级新生入围 谢拿队决言最后获得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